青鳥会飞出来 青鳥有太阳的 我们这样说好了 我认为谢龙介所了解的是 过去的赖金德 而且他身在庐山中 他已经把赖金德的 真正的赖金德给模糊掉了 赖金德是昨天晚上睡了一个人 他不可能说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会告诉你 我早就把你睡醒 你赚到了 你赚到了是你的荣誉 是有荣誉 你把老子皇帝 皇帝老子赖皇去睡你 你应该很高兴才对 你还跟我要什么样的报酬 他不可能说不好意思 这是赖金德的性格 赖金德本来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因为很自卑 所以他必须有个保护伞保护他 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内心的自卑 因为自卑产生不安全感 所以他开始就会有一种 用威权的方式来保护他 这样的人 一旦坐上权力的高位 最为简 他就会成为 所谓的独裁者 所以你如果说要把他比喻成 所谓的封建帝王的性格 但是我前提是 他封建帝王不是个英明的君主 他一定是个昏君 所以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知道他当时处于劣势 他需要选票 所以他当然告诉你说 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义务 代表他愿意去 可是当他选上了以后 他成为一个大权力者的时候 他怎么还会兑现他的承诺呢 所以他笃定是不想到立法院 去做国情报告的嘛 一个所谓的自卑不安全 又具有高度威权性格 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草包的 真实一面的人 他笃定不会到立法院 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嘛 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好 那现在他不经意的透露出来的 第一个 大法官他已经安排好了啦 大法官也不会说全部都判违宪 他已经说部分 部分条文违宪 其中的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接受咨询这一点 大法官笃定判成违宪嘛 所以他有大法官来帮他做宪法的背书 他一点担忧都没有 第二个 他也不经意讲出来了 他说一旦在野党还要抗议 青鸟就会飞出来 青鸟不就是他的绿卫兵吗 他不经意告诉大家 这些青鸟是他指挥的 但是你认为青鸟真的会听他的吗 当他的民意调查的支持度 节节往下掉的时候 你认为青鸟真的会愿意做他的铁卫军吗 当他的领导权威受质疑的时候 青鸟是不可能到最后 不会是他的铁卫军的啦 所以他很多都在幻想 我几乎都会预测到 都会预见赖青鸟的命运了 他今天娱露台湾人民 娱露在野党 反正现在有个川普跟范世卫娱露他嘛 所以这像一个食物链一样嘛 今天为什么人民 在他处理了郑文财的案子以后 给他支持度好感度下降了4.3 道理很简单嘛 他不仅自己好感度下降 还带衰民进党 让民进党支持度也下降 为什么 因为人民看得很清楚 他不是在反贪腐 他是在做内斗 他在斗争 而他的斗争 就是他那一种狭隘 偏激的度量狭窄的性格嘛 有仇必报 癌之必报的性格嘛 所以他第一个会选择郑文财嘛 下面笃定会挑 苏贞昌 陈菊来下手嘛 所以陈吉仲也是要屁屁错了啦 后面一定会有他啦 因为1450的网军就他搞的啦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你陈吉仲呢 他就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嘛 这就是赖青鸟的性格 他以为大家都看不清楚 游云龙的民调就告诉你 人民看穿了 你不是反贪腐 因为如果真的反贪腐 就不会挑一个开发未遂的案子 你就会真的去搞 郑文财真的土地弊案 把后面一大挂的像骂葬寡一样 一大挂的这些政杖势力都挖出来 这个才叫反贪腐啊 他老是反贪腐 他就是在做内斗 巩固他的权威 报过去 他吃鳖的夕愿嘛 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赖青鸟这么做下去 我都可以说 他未来 他一定成为所谓的寡人 什么叫寡人 就是没有人在理他啦 身边没有人吗 已经没有人了啦 他现在还有几个人会愿意听他 大家都是表面在怕他 害怕火烧到自己的身上 可是他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连民进党的内部都会集结力量 都会把他给扳倒 国家杨鸟人赖青德总统 他预言两件事情 他先预言大法官的结果出炉嘛 然后到时候在野党如果你不听 青鸟就会飞出来 国家杨鸟人预言 另外一个预言 其实这是两天前 我看到这个新闻 真的就是高宏安宣判日 就是下个礼拜三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 但下个礼拜三 有一个高宏安的宣判案子 还有一个彭文正 这个论文的案子 在下个礼拜三 也会有开庭审理 所以台派已经集结咯 这也是种预言吗 青鸟先派出来了 到这里来 进行林世凯是青鸟召集人 在这个现场 在判决结束之后 不知道是下午还早上 判决结束之后 当晚就要来罢免行动 全民罢免行动 还有预告要开始了 包括了高宏安 郑盛贤 都是他们要罢免 连署的对象 当然待会儿言之 可能会讲 他自己的罢免经验 没有啦 但无论如何 总统这一番话 已经让宪政体制 整个他的高度丧失了 只会看到他 一天到晚 只想要指使一下黑帮 黑众 那现在全球最大的黑帮 可能是川普啦 他的这个所谓的做法 青鸟把他烙出来 然后要去咬人 这里到处 由于新竹 哪里都已经预言的 要去来发动了 老实讲 赖清泽那天是说溜嘴 实际上他根本不必去 动员青鸟 因为实际上 也已经没有青鸟 青鸟已经死光了啦 我讲实在话 他已经没鸟了啦 真的吗 我讲实在话 就是这样子啊 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 漏到什么 例如昨天晚上青鸟聚会 他们已经不敢到现场 大家改成线上聚会 真的吗 昨天晚上有个聚会啊 对啊 昨天晚上有啊 就是你知道现场 线上最多的时候 多少人你知道吗 多少人 吓到了 盛况空前啊 全线上186个 真的吗 我们现在虽然经验人也很少 但是还有1180 是啊 所以就知道 青鸟已经没了啦 实际上 林又昌还有一直在那边讲说什么 那些年轻人都自动自发 青鸟不是谁可以掌控 都是因为大家很讨厌蓝白什么什么的 你们去青鸟活动现场去看 四十岁以上的 四十岁以下的有几个 大部分都四十岁以上 都是老口口的 我讲三个话 都是老鸟吗 都是老鸟啦 菜鸟都不见了 所以不要再唬人啊 什么青鸟 从头到尾就是民进党的侧异啊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公安这个也是民进党的侧异啊 但是我是提醒啊 如果他们那天真的要板斗 拜托不要再搞那种流水期 从中午办到晚上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跟你保证一定会集体拉肚子 因为很简单 现在天气这么热 你那天菜从中午 摆到晚上不坏才有鬼耶 我们是没有很介意啦 是啊 没有 因为有一些人你知道 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比较贪心 我是因为没有住在新竹啊 我如果住在新竹那附近 我管你什么鸟 我就迟一顿再走啊 对不对 那万一你去蹭一下饭了 到时候拉肚子就不好 我是在提醒大家 所以我觉得他们 赖清德本来心理的打算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方面这边在搞视线 另外一方面在干什么 在推动霸梁 只要那个谢国梁一旦被罢免成功 就全台湾各地到处罢免 然后罢免完之后 就能够让民进党 至少在国会内重新变成第一大党 他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第一个霸梁现在已经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给它的劲运增加 这是一谦 你帮助的 要给它 我们就发了一谦 这样子